这一集我们来讲直拍正手工球 直拍正手工球我们在握拍的时候讲过 注意不要掉也不要翘 这个咱们在练正手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主要握拍的问题都在正手上 凡手倒不典型 那么正手工的技术要领和动作要求和横拍是一样 横拍里也讲了关于两腿分开 重心向前压 但是不要踢后跟脚后跟不要踢起来 然后尖不要内扣 人可以直一点 手手辅就可以 我们说在正手工的时候 我们这样主要讲些怎么学习 直拍和横拍一样 我们开始也是要求在学习 来正手就是正手跟碰球一样 横拍直拍也是一样 我们就放在台子下直接往前碰 这个也就是来解决我们对于机球的困惑 我们来掌握这样的一个机球节奏 先把它碰过去 然后板子稍微往前挥 甚至都可以不右动 对吧 我们就拿手碰 那么这个来解决我们就是说 让他熟悉乒乓球的反弹 熟悉乒乓球的时间 熟悉乒乓球的速度 还有自己拍子能够打在拍子的中间球 能够打住它 这样的话来解决他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担心 害怕打不着球 如果你要一要求太多 我们把很多要求 什么影拍转间登地 收府发力 那个机球时间 给他提了五六个要求 五六个要点 他没法去做 那么这个跟横拍是一样 那么这个过程呢 结束以后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稍微标准的一个学习过程 那么就是重碰 重碰 是这样呢 我们演化 然后呢开始呢 稍微带点影拍 一点点 拍子再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让他人体晃起来 让他晃 让他身体再带着手 然后把拍子挥到自己的左耳 左眼 这个前方就行 这样的话我们说 当这个过程我们浓缩了一下 但是这个大概可能他得花十几节课 但是他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在我们在学的时候 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去学 由减到凡 由少到多 教的时候也是一样 由给他一个重点 那么就是再强调 什么叫重点 第一个开始初学 就站在这 你就可以让站直都没关系 让他碰过去就行 只要他能碰二十个三十个 他心里头一下就明白了 乒乓球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那会儿你再给他讲 你稍微重心低一点 你稍微身体晃一点 然后你动作再大一点 然后身体带着手走 他慢慢都跟上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 感觉他学习起来不吃力 这是和横拍也是一样的 那么直拍我们说常见的问题 咱们在卧拍中讲错误 那么调拍 已经说过 那么怎么办啊 这样打 如果是陈年人 只能将错就错 因为一改你就基本上不会打球了 那么你这个情况呢 就说如果是调拍 你尽量把手往外放 尽量往外放 这样的话 你可能手腕还能够发点力 就说你要是陈年人的话 那么小孩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小孩教练会马上纠正过来 他不会太掉 但是翘 这个问题也是一样 一定要知道 让他松弛下来 这样翘子 一定要让他下来 一定要让他下来 让他放松 让他重新找这个感觉 我认为 有这个毛病的人 一定要痛下决心 长痛不如短痛 你就彻底改一下 这样的话 第一不容易受伤 如果这样的话 你的那个手腕肯定要 什么肩翘炎啊 这个肘关节的这种小肌肉拉伤 它都会来 会影响你这个乒乓球的快乐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你直接就把它放下来 让它变得松弛 第二呢 只有你用松弛的打球 你才能体会到 乒乓球的奥妙 奥妙所在 这样的话 你才能更好的 让这个爱好 为你这个 业余生活增光天才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一定要放下来 另外还一个就是 直拍在打的时候 手腕 一定不要太多 不要用手腕 因为直拍太灵 他都拿手腕打 那么 你就想想 如果你拿手腕打 它有N个可能性 它既肯在这打 也肯 就是为什么出现震守攻球 机会就打丢 就是你手腕甩的太多了 甩的太多了 就是说 也肯在这打 也肯在这打 在这打 在这打 它有N个点 你状态好了都在最佳点打 状态不好的时候 肯定后面仰了一点 仰就出界 或者早点 晚点打 一下就下网 所以手腕不要太灵活 不要摔手腕 不要摔手腕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摔手腕 千万不要摔手腕 这个摔手腕到比赛中 一到十比十 九比十 你肯定犯错误 因为太容易犯错误 还一个就是 我们不要翻 我们不要打翻拍 直拍常常有 那么尤其是打颗粒胶都在翻 就一定要不要翻拍 一定要控制住 那么现在控制住 有的镇手也是一样 他害怕 他后悔 他从这样 他要下网 他感觉这样一下 或者害怕出界 这个都没有必要 我就把这个现象 就叫打保龄球现象 保龄球一出手 他该哪去哪 你身体在晃 他也不听你的 你千万不要 你那球你打出去了 你去压没用 你打出去了 去压没用 然后你下网了 你再往上撩也没用 所以板型固定好 直接就回出去 尤其是直拍 千万不要乱动手腕 这个很安全 很安全 所以在直拍中 我们说 你的过吊 如果贴身体打 我们可以稍微往外展一点 尽量把手腕拿起来一下 撬的话一定要放松 一定要放松 一定要长痛不如短痛 以此把它改过来 要不然以后会受伤 会受伤 那么在镇手 纸板的镇手弓中 我们讲的这些问题 吊也好 撬也好 翻腕也好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纸板的手腕太灵活 我们会乱用 其实只要固定好拍形 向前辉 它的容错性很好 就基本不会失误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固定好前倾 在这时间打 不用去做过多调整 它一般不会丢 它不会丢的 不会丢 所以在咱们练习中 一定就说 越简单 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越敢用 越简单 其实命中就越高 就说我们 为什么会出现 手腕乱动现象 就是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有八百个主意 哎呀 想的太多 害怕下往 害怕出界 然后思想的复杂 带来动作的复杂 尤其直排 手腕又灵活 这一乱 乱了时候 你想的那些东西 都实践不了 尤其关键分 更容易打丢 所以一定要简单 越简单越好 咱们纸板的镇手共球 就说到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